同学们大家好,我是赵副校长 今天赵副校长要跟同学们分享四年级科学地球 往上扔的每个物体都会回落到地面 我们周围所有的物体都被一种叫做地心引力的吸引到 地球的中心 地心引力是将物体吸引到地球中心的力量 没有地心引力,所有的物体都会漂浮在空中 由于地心引力,地球上的所有物体都可以被定位 地心引力对保持物体的位置至关重要 地心引力使物体不漂浮在空中并留在其位置 地球和其他星星在各自的轨道上绕着太阳公转 地球在其地轴上自转 同时也要遮着太阳公转 地球由西向东在地球上自转 一个完整的自转需要24小时或一天 地球在固定的轨道上由西向东要太阳公转 公转需要一年或365又四分之一天 地球在地轴上的自转导致三项事件 第一,形成白天与黑夜 地球面对太阳的部分将有阳光形成白天 地球没有被太阳照射的部分将形成黑夜 第二,太阳的位置看起来像是从东边升起 而向西边落下 第三,影子的长度和方向的变化 地球在围绕着太阳公转一周周 会经过四个不同的位置 这使地球温带区域出现了四季的变化 春、夏、秋、冬 好,接下来同学们要做这一题练习 请写出地球在地球上的自转 会导致那三项事件 好,今天赵副校长就分享到这里 赵副校长希望同学们学习愉快 加油哦,拜拜